天气忽冷忽热 正逢换季时刻 不只让人不舒服 皮肤也容易出状况 爱美女性面对琳琅满目的保养品牌 该怎么选择成了问题 不过现在有了新趋势 最近国外对于藜麦和封胶的功能和作用 有很多的研究 发现说像藜麦对于去除老旧的角质 促进肌肤的代谢有很好的反应 台湾的美妆和保养品市场规模 已经超过1000亿台币 各大品牌竞争激烈 有的则以换肤为诉求 吸引消费者目光 团队就是针对了亚洲人的皮肤 去研发了这个藜麦精华系列 那其实目前就是 它是属于可以天天在家里使用 过敏性肌肤都可以使用的 那我们现在就是网路跟专柜 大家使用后效果都非常好 所以已经造成一个缺货 不过又有好肤质 不只要用适合自己肤质的保养品 做辅助之外 还是要饮食均衡 生活作息规律 以及运动才是根本之道 三立新闻综合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